插电 诶 能开机啊 为什么找我修呢 这个电脑啊 白苹果都已经亮起来了 哦 基础说原来休眠时候 有时候会五国语言会重启 说Touchbar也不亮 我们先进入系统先看一下 我们输入密码进入系统 Touchbar 黑屏不显示 就是说有时候休眠一段时间 然后一按开键它就出现五国重启 我们检测看一下 睡眠 定时个两分钟 看一下 刚两分钟不到 休眠过程中会重启了一下 我们输入密码 这上面的话就出现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的话就是指向Touchbar 这台电脑叫A2141 现在我们拆机看一下 这是Touchbar的触摸 这是显示 我们准备一个新的Touchbar 触摸条 这里有条转接排线 我们已经扣好了 把触摸跟显示 对应扣上去 操电 好 此时Touchbar也亮起来了 我们输入密码 测试一下 我们睡眠一下 现在已经是休眠了 我们再调个两分钟定时器 它两分钟不到 休眠 再按开一键 它就会出现五国重启 或者是说直接重启 好 时间到 我们再按下开键 正常 说明这个是Touchbar引起的 五国重启 休眠故障 这个Touchbar引起 行行事事的问题 我们直接进行Touchbar更换 这款机子灰尘太多 机灰受潮 也容易短路不开机 我们一并触摸一下 把主板拆下 把这个风扇拆下 在拆这个Touchbar之前呢 我们先要做好防护 是吧 这条的话是触摸 液晶瓶在上面 我们现在分离液晶啊 这就是金刚师分离怎么样 好 这瓶下来了 这液晶的话 就已经分离下来了 这薄薄这一层就液晶 这一层的话是触摸 把这个底下刮一下 好 此时我们准备一条新的Touchbar 也叫触摸条 这里有个孔 穿过去 对好位置 轻轻按压一下 哇 这个键盘好脏啊 把排线安装上去 好 操电 好 不开气了 噢 响起来了 苹果logo亮起来了 进就才在走 Touchbar也亮了 这个触摸条 触摸条也正常 搞定